大家好 歡迎回到小小婆騎車君王 我是卡普大叔 以電能為動力已經是各車廠的趨勢 而台灣自2015GOGO問世以來 可以說是正式掀起電能機車的新一波革命 而後許多車廠選擇加入PBGN聯盟 也讓GOGO在台灣的電能機車市場站穩腳步 在許多加入PBGN的車廠中 中華Emovie可以說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有別於大多PBGN車廠、電池、馬達、甚至車架 都採用GOGO的規格 中華Emovie這次推出的EZ-R 只採用了電池與部分車架規格 其餘如外觀與搭載了全新自主研發的空能馬達 加上號稱同級車充最佳的操控性能 讓人相當期待這輛EZ-R未來在市場的表現 這次大叔會為各位帶來更加深入的試乘報告 來探車輛充滿玩樂風格的都會電能機車中的全新勝利軍 而本集的深度介紹 將從外觀、加速、繞追、煞車與市區騎乘等實測縮起 當然還有大家最關心的改裝升級空間 也一併在影片中為各位說明 EZ-R的外觀可說是有些顛覆了過往的 整車採用了銳翼的造型 與同期的PB-GN車款相比 EZ-R在外觀上的鋪層更是前衛 從車頭斜板的不對稱異向設計開始 有如閃電造型的異向直接將視覺延伸至大燈上 利用中間的日行燈將大燈一分為二 而左右分離的Class D LE大燈 除了提供良好的照明外 更有種類似重機的跑格感受 車頭視覺更顯霸氣 車頭採用羅把的設計 除了延伸車頭的重機跑格外 日後要升起改裝更是容易 車身兩側依舊是使用大面積的切割區塊 一路後收至車尾 有著近期流行的短車尾意向 後燈組比較有趣 之前大叔還覺得看起來思維厚重 但這次再想看 這組類似超人符號的鑽石型尾燈 其實還蠻有趣的 內置後腳踏的設計其實也很Old score 但過於內收的設計 以及較為膨脹化的側殼 會讓後座乘客的腳步擺放 其實不是那麼便利 但要是不滿意 原廠也有選配的飛券式腳踏可供加裝 外觀整體來看 其實是跳脫PBGN的印象的 或許有人會問 那個全包式後楚爐是怎麼樣 以帥氣度來看 那樣的設計是絕對扣分的 不過要以實用性來看 這樣的設計 是不會讓你在雨天行車時 你的後背或是後座的後背 會被飛劍的泥水噴的到處都是 按照往例先來個0-800公尺的加速測試吧 大叔裝備重量來到106.25公斤 先別問為何會有越來越重的趨勢 這樣雙載的重量才會讓整個測試 有更加真實的數據表現 同樣的在開始之前 還是要確認EZR的胎壓是否符合原廠的建議值 EZR的原廠建議胎壓為前輪32PSI 後輪36PSI 第一趟先用最大出力的BOOST模式進行測試 這輛EZR已經有開啟SPORT模式 所以動力會是最大輸出的狀態 從起步到時速50可謂一氣呵成 在時速70後可以感受到加速力道稍稍變的持平 最終以88.1公里的時速通過終點 整個加速時間則耗費38.402秒 從區段數據來看 0-80的秒數為15.802秒 距離則是用了260公尺 整個加速都集中在起中區段 尾段的加速自然就受到影響 也確實是印證了大叔的感受 接下來測試標準模式 起跑後的加速力道就沒有BOOST模式來得強勁 整體的加速變得較為中規中矩 最終通過的時間為41.583秒 最大速度也略減為81.2公里 時速70後的加速時間與距離是BOOST模式的兩倍 時速0-80的秒數為31.914秒 距離則是延至585.4公尺才達成 最後是ECO模式 從轉下油門的瞬間 車子大概延遲了0.5秒後才緩緩的向前移動 整隊的加速感是三種模式中最柔和的 限制動力的狀態下也直接影響了墨速的表現 0-800公尺的加速成績 所以竟然花上48.137秒 最大墨速也只達到70.8公里 更別提每個區段的加速時間與距離 都與前兩個模式有著極大的差距 但這模式對於新手來說其實也是最容易駕馭的 同樣以三種模式進行繞椎測試 首先以ECO模式進行 不得不說最溫和的動力輸出配上犀利的操控 只拿到了7.473秒的成績 接下來改為標準模式 從進第一追開始 能感受到扎實的車架帶來的穩定感受 前叉的回饋相當清晰 搭配著前190-12後12-70-12的輪胎規格 加上較為前傾的姿勢 讓大叔有種騎著12吋運動蘇克達的錯覺 快速的翻轉車身穿梭與追與追之間一氣合成 可惜的是 要是動力能再多一點那有多好 標準模式下以6.421秒完成測試 最後將動力調整至BOOST模式 一轉下油門 重培的動力從後輪圓圓而來 用更直接更快的速度 將大叔與EZR帶向追與追之間 將剛剛標準模式下的缺憾一掃而進 結果就是用6.06秒的成績完成繞追測試 如果能換上扁平比更高的運動胎 應該會有更亮眼的成績唷 煞車依舊是先加速至時速60公里後煞停 首先是前煞車 在ABS的作動下很快的將車身停下 車尾的動態也相當穩定 沒有多餘的動作 只花了2.618秒 煞車距離為20.5公尺 接下來是後煞車 同樣的在煞車過程中 ABS不斷的作動 讓車尾保持安定的減速 煞停時間花了4.633秒 距離為37.4公尺 最後是前後煞車一同使用 雖有ABS作動 但只花了2.022秒 與16.3公尺的距離 就將車輛穩穩的停下 EZR採用的Class D LED大燈 為左右分離式設計 外側兩顆為靜燈 內側則是遠燈 在遠燈作動時 靜燈則維持長亮的狀態 對於照度與照明有正面的幫助 從光型圖來看 EZR大燈照射的範圍 是較為集中的 靜燈最大照度為352.7 LOX 落在中央5公尺處 拜LED大燈特性所賜 明暗截止的範圍較為明顯 10公尺後的照度則是極速下降 遠燈的狀況較為特別 或許是因為遠燈作動時 靜燈同樣是長亮的狀態 所以出現了照度集中在中央5公尺 至15公尺的範圍 最大照度為314.5 LOX 5公尺處 而中央10公尺與15公尺 也分別有251.1 LOX 234.9 LOX的數值 作為一輛通勤玩樂的電動車款 置物空間也是最基本的要求 EZR最大的賣點就是擁有27.4公升的大型置物箱 連大叔的SHOEI X14L號都能完全置物 而且還有空間可以放手套或是其他小物件 相當不錯 龍頭下方左側的置物空間也不俗喔 可以放入600cc的飲料瓶或是一般常見的運動水壺 而前方的USB充電座在CBS版本則是選配的套件 手機放這邊充電也挺好的 如果有充電需求的建議一併升級啦 置腳空間的表現也相當優異 20吋登機箱除了橫放輕鬆置物外 直立擺放也是輕輕鬆鬆 而且不會干擾龍頭把手 真是驚人啊 整體的置物表現已經是水準之上 由騎士的四次圖來看 765mm的座高 以大叔這樣身材的騎士來說 輕鬆沒有壓力 相較於同期的PPGN車款 EZR的騎士三角相當舒適 手把左右打死也不會感受到大腿 對於標準身材或是較為嬌小的騎士們 更加沒有負擔 拜前43後57的比重配置 讓EER在騎身感受上 與傳統燃油速克達相差無幾 加上126公斤的輕量化車重所賜 雖然馬達功率輸出略低於同期對手 但是在加速與過暗的俐落度 卻比對手來得更有感 特別是在綠燈起步的瞬間 在Boost的加持下 可以讓EZR瞬間脫離車陣 而採用GAS的碳纖維皮帶傳動 比起鏈條系統不只輕量 運轉噪音也小了許多 更別提不用定期清潔與上游的繁瑣保養 電速系統對於長走區間側速的人來說 絕對是個好東西 以鍵設定的優勢 可以將注意力更專注在周邊路況 不用時時低頭盯著儀表 而EZR的極速約落在表速102公里 超過以後會進入限速的狀態 但以大叔這樣雙塞的行動來看 這樣的表現已經蠻不錯的 市區通行絕對夠用 對於市區坑坑坑坑的拉力級道路 EZR的避震表現 讓大叔有些驚豔 有清晰的路感 卻又不會有過大的跳動 以PPGN同級車款來看 EZR的懸吊算是調整得不錯 但若要說EZR的減震功效 坐墊絕對佔了一半的功勞 雙端的設計 雖說前段為了做高的緣故而刻意消薄 不過坐墊底板的設計 保有一定的彈性與行變空間 就連大叔這樣體重的男性 都覺得椅墊吸收了大多數的震動 防滑材質的平面 不論你是舒適旗或是戰鬥旗 都能提供良好的摩擦力 大叔給這椅墊90分 最後一定要提到戰鬥旗姿 EZR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可以直接變成戰鬥旗姿的設定 原本設計給後座置腳的腳踏空間 意外的適合單人騎乘時把腳靠在上面 變成有點類似擋車騎乘的感受 說真的大叔也知道這樣騎看起來很猴 但是這樣的騎姿 反而可以將身體更好地固定在車身的重心點 在加速或是減速的時候 下半身可以得到良好的依靠 更別提在過彎的時候對於重心的轉移了 說到這邊 EZR會不會成為未來電車界的猴王呢? 本機EZR的改裝單元 是由以下這些乾爹們都沒有贊助 既然提到改裝 在發表會上官方曾說 EZR是一台很特別的車 它在很多的套件上面 都可以採用目前市面上 現有的改裝品 也就是說不用特別再去找 需要量身訂做的這些小東西 那麼這次呢 我們就會各位收集了一些 目前可以提供EZR的改裝品 讓大家來參考一下 首先是避震的部分 後避震的規格 官方是說跟近戰五代通用 所以我們找了市面上一些 近戰五代的改裝品 那麼你可以看到這個是由 GJMS所出產的一個後避震 它是沒有掛屏的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還不夠帥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這種有掛屏的 high low可調的功能 那當然避震器之外 再來就是疊盤的部分 煞車呢 前面的疊盤規格就是沿用的 六代近戰的245mm的特規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 六代近戰後來改成三孔 所以在選購上要特別的注意 當然這個是由Superbrake 他們出產的浮動碟 這也是給大家做參考 再來就是卡鉗的部分 卡鉗的話呢 其實如果說大家覺得 一般的對峙啊 這種輻射卡鉗 制服改這種太容易撞山這種感覺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 這一顆由穿歐利士他們出的 一體成型對峨的 小卡鉗 這個老實講還蠻炫的 因為市面上真的比較少見到 在總棒的部分 他們也可以參考他們的 一體式的一個直腿總棒 那當然這個 也不光是說他們加出的 基本上市面上很多的都可以來用 那當然如果說在你的 原廠卡鉗還沒有要升級的情況之下呢 你想要先升級總棒 那麼他們的建議是大概14mm的 是比較適合 之後你要升級對峙的那個手感 捏起來會比較舒服 但如果說我都沒有這些預算 因為改起來很貴 我只想要針對原廠的部分 去稍稍做升級 好吧 最簡單的就是來令片 那先各位講一下 這規格就是呢 光陽的奔騰 的規格 以這次我們測試EDR的結果來看 原廠給的煞車其實我認為 只要你把來令片做個升級 其實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樂趣了 當然他們希望這輛車是可以給你更多的改裝 給那些很多金的人 他們想要愛車跟別人不一樣 甚至在操控上面 跟其他很多不同的那些人 EDR是一個很好的改裝素體 基本上目前呢 我們收集到的這些改裝品 大概能改就直接 那至於還有沒有更多能改呢 可能就要請各位準車主們 日後來跟我們分享囉 那改裝部分就要這邊 我們進入結論吧 EDR就是要凸顯操控 以及玩樂性的獨特魅力 強調更輕更加操控性 與更容易升級的口號 EZR的確是做到了 那麼EZR是完美的嗎 其實並不盡然 有些地方還是有更爭完善的空間 例如採用皮帶傳動的特定工程聲 大傾角過彎時 吊架會有磨到的風險 按方向燈時容易觸碰到喇叭鍵 作為EMOVING第一輛 換電系統的白白產品 EZR在操控性與改裝空間上 大叔是給予相當好的評價的 如果你喜歡電能機車 卻不想停車時跟別人一樣 那麼中華的EMOVING EZR 大叔相當值得推薦你去試一試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EZR的深度介紹 如果你對這輛車有更多的問題 也歡迎你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 更重要的是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是大叔 我們下次見 掰掰